钓鲫鱼在寒冷的季节用昏耳最好 在温暖的季节用素耳更好 在昏耳之中 可供选择的种类有很多 其中蚯蚓 红虫就是比较好的两类 它们含有很多蛋白质 而且带有的腥味 对于鲫鱼来说很有吸引力 素耳的种类同样比较多 其中效果比较好的就是玉米粒 选嫩或老的玉米都可以 将它们煮熟 放到浸泡在蛆酒之中 浸泡后就可以用了 钓鲫鱼用什么鱼耳最好鲫鱼 是常见的垂钓鱼种之一 而且也是比较容易垂钓的一种鱼 它们容易垂钓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它们并不挑食 可以吃的食物很多 在选用鱼耳的时候 可供选择的种类非常多 具体来看 哪种饵料效果最好需要看具体的情况 在寒冷的季节和在温暖的季节 所使用的效果最好的饵料 并不是一样的 在寒冷的季节 效果最好的鱼耳就是昏耳 太清淡的饵料 无法将寄予引来 只有昏耳带有的腥味 才具有足够的冲击力 在昏耳之中 最常用的一类就是蚯蚓和红虫 蚯蚓在泥土之中的数量比较多 可以直接从土中挖这些蚯蚓 或者购买蚯蚓 一般来说 长度在五厘米左右的蚯蚓效果是最好的 再者就是红虫 蛋白质含量高 而且也带有腥味 很容易能将寄予引来 若是在气温比较适宜的情况下 则建议用清淡一些的耳 也就是素耳 在素耳之中 寄予对玉米粒很感兴趣 那玉米或者老玉米都是可以的 将它们煮一煮或者泡一泡 然后加入屈酒中 浸泡一段时间之后就能用了 钓鸡鱼用什么鱼竿最好上文已经介绍过 鸡鱼比较好钓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可以选用的耳料非常多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锤钓鸡鱼 对钓具的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比如鱼竿 很多种类的鱼竿用来钓鸡鱼都是可以的 若是采用传统的钓法 就可以直接使用传统钢 长度需要注意 一般来说长度在5.4米左右的传统钢 是比较经常用的 其次 台钓钢也比较好用 在锤钓鱼的时候也能用到